當年司馬遷都沒有見到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湧現到我們面前 那就是學術界當時可以說是奔走相告 第一次看到秦檢的時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秦代的檢主沒發現過 一字一句都是真實的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懲罰口訣表 比西方早了整整600多年 它的出現直接改寫了歷史 證明我國的懲罰口訣不是從阿拉伯傳入的 口訣表中還出現了二半二一 直接轟動了整個數學界 因為它代表著我國早在秦朝時期 就已經產生了分數 這件無與倫比的國寶 出自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的古景之中 和懲罰口訣表一起出土的 還有36000枚竹简 包含20萬字的珍貴文獻資料 為人們了解秦代歷史提供了巨大幫助 而在此之前 全國各地的秦代竹简全部加起來 也僅僅只有4000枚 看著這些觸手可及的珍貴歷史 考古專家萬分激動 可隨著越來越多的秦简被考古隊員 從古景里打撈上來 人們驚訝的發現 秦简簡直氧化變黑了 上面的蚊子全部消失不見 所有人都被嚇傻了 立刻將竹简送到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負責修復工作的專家 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如果不能將漆黑的竹简恢復如初 那麼這些無價之寶將變成一堆 沒有用的爛木頭 竹简的製作過程非常複雜 工匠們會使用4年以上的老竹 具有足夠的韧性和強度 緊接著將它們切成大小一致的竹片 然後刮去多餘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這些竹片會被放在火上製烤 去除多餘的水分 這樣做可以防止竹简發霉變形 最後使用麻繩將竹简串連起來 眼下想要徹底恢復竹简上的字迹 就要先清理表層的泥土 這一步必須小心謹慎 因為竹简泡在水裡2000多年 稍有不慎就會斷裂破損 工資人員只能使用柔軟的毛筆刷 一點一點沾走這些泥土 與此同時 古简發掘現場的專家著急萬分 考古隊已經向下發掘了11米 卻還是沒有到達井底 井壁四周卻已經出現了裂痕 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 可人們顧不上危險 一心想著搶救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 隨著竹简的數量越來越多 專家的心理就越來越恐慌 萬一竹简上的墨水質量不好 清理的時候就很有可能發生脫落 那麼這些琴袋竹简上的墨水 能夠經受起時間的考驗呢 其實這一點可以不用擔心 古墨的種類雖然各有不同 但全都秉成了優秀的製作工藝 甚至在裏面添加了許多中草藥 例如珍珠、舍香、冰片、金箔等等 這種墨水可以歷經千年不褪色 還能散發沁人心脾的清香 工作人員清理完竹简上的淤泥後 將要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 究竟怎樣才能取出氧化焚劑 讓上面的文字重顯於世呢 當年司馬遷都沒有見到這些史料 突然一下地湧現到我們面前 那就是學術界當時可以說是奔走相告啊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時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秦代的简主沒發現過 一字一句都是真實的 湖南挖出秦朝時期的古景 出土了三萬六千枚竹简 解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秦朝歷史 高谷專家直呼 秦始皇被黑了兩千多年 專家為了去除竹简的氧化痕跡 配置了一瓶草酸溶液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 專家將一塊空白竹简泡了進去 然而實驗結果卻並不理想 就在專家焦頭爛額的時候 武警發覺現場同樣面臨著巨大難題 此時發覺深度已經達到了13米 出土的竹简數量超過了兩萬枚 卻還是沒有到底的跡象 就在工作人員專心發掘腳下的淤泥時 井口卻出現了數條裂縫 而且每往下挖一層 井口就會隨之下沉 一旦古景發生坍塌 將是一場難以挽回的悲劇 可人們為了重現秦朝歷史 冒著塌方和缺氧的危險 夜以继日地進行發掘工作 守在井口的專家 趁著竹简氧化前的幾分鐘 記入了一部分文字信息 結果讓它大驚失色 也因為竹简上的內容足以給秦始皇平反 不過早在西周時期 就衍生了一種祭拜先隆的理智 在歷史文獻中 能夠找到春秋和西汉時期 祭拜先隆的記載 就唯獨找不到秦朝 祭拜先隆的記錄 所以人們推測 這種禮儀制度被秦始皇廢除了 秦始皇因此背上了霸道無理的罵名 直到李爺秦簡的出土 秦始皇才得以洗刷冤屈 因為竹简上清清楚楚的寫著 秦32年3月20日 當地政府拿出了豬羊酒鹽醬等祭品 組織了一場祭祀先農的活動 祭祀結束之後 政府還將祭品分給了百姓 由此可見 秦始皇並沒有廢除前朝礼儀 這一小部分的竹简內容 就包含了如此巨大的歷史信息 難以想像這36000枚竹简 將給考古界帶來怎樣的驚喜 與此同時文物研究所的清理工作 還在繼續 經過多次試驗 卻還是沒能找到完美的拖色配方 除了危在旦夕的竹简之外 發掘現場同樣面臨著重重考驗 由於當地迎來了雨季 本就脆弱的古景 此刻變得更加搖搖欲坠 隨時都有可能坍塌 然而人們往下挖了15米 卻還是沒有到達井底 如果繼續發掘的話 考古隊員將面臨被活埋的危險 可是放棄的話將會損失價值連城的 歷史珍寶 人們只能不斷加固支撐 同時迫切地想要知道 實驗室那邊的結果 如果還是不能成功脫色 那麼他們用生命換來的竹简 將變得毫無意義 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懲罰口訣表 比西方早了整整600多年 它的出現直接改寫了歷史 證明我國的懲罰口訣不是從阿拉伯傳入的 口訣表中還出現了分數概念 直接轟動了整個數學界 這件無與倫比的國寶 出自湖南省龍山縣李耶鎮的古景之中 和懲罰口訣一起出土的 還有36000枚琴袋竹简 高古專家經過上百次實驗 終於調製出了完美的拖色藥水 然後小心翼翼地將竹简放進去 結果下一秒奇蹟出現了 這件黑色氧化物迅速脫落 露出了竹简原本的樣子 上面的字跡清晰可見 終於成功了 人們總算鬆了一口氣 接下來使用相同的方法 將3萬多枚竹简全部處理完畢 共整理了20萬字 竹简記錄了秦始皇25年到秦2022年 12年間當地發生的各種事件 包含了秦朝律法 賦税 物產 勞役 醫療和教育等全方面信息 大到秦朝政府下達的指令 例如劃分行政區域 任免政府官員以及調配軍事物資 小的村民之間雞毛蒜皮的小事 以及老百姓種了多少田 每年應該交多少稅 匯報各種農作物的生長情况等等 高谷專家意識到 这些竹简是一套完整的政府檔案 通過上面的內容可以了解到 秦朝的百姓必須記錄戶籍 否則将会受到相应的責罰 除此之外还实行十五制度 将全国的百姓 按照严密的军事制度组织起来 五个家庭为一五 十个五为一十 然后设立五长和十长进行管理 为了彻底扼杀违法行为 秦朝政府鼓励人们互相检举 知情不抱着将会连累十个家庭受到处罚 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 放在当时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动乱 一旦国家发生了战事能够快速有效的组织力量 秦朝还规定国家征兵时 每家每户必须留下一名青壮年 在家里赡养父母耕种农田 军队在前往驻地的时候 如果迟到的话只需进行口图批评 如果是因为天气恶劣等原因迟到的话 则不用受到任何处罚 如此人性化的制度 到了史书中却被写成诗漆法皆斩 意思就是但凡迟到这一律斩首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后世对秦始皇抹黑的太严重了 除了这些律法之外 秦朝还规定如果有人行凶的话 百步之内的人必须上前救援 否则会被处罚两副铠甲 所以秦朝时期的人们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这些只是秦简里的一小部分内容 而秦朝只有短短15年留下的历史文献及其稀少 而在这个古井之中出土了三万六千枚琴袋竹简 直接填补了秦朝时期的历史空白 让更多人看到了原来秦始皇不是暴君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 感谢大家的支持